三月尾做完《洗狗浪油》秀 接著不久就收到Annie的電話 她終於重新以一個歌手的身份 海旋歸來 而且她的風格開始跟以前 我感覺到她有很多新的嘗試 我就斗膽地喝了一杯白酒之後 打給她看 因為我知道她忙 我知道她來後會有些事情會很忙 所以我想她未必肯 還是先打了 不是先換了 可能會有奇跡 奇跡就發生了 AM730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Andy 周國怡 我是Juner 七與八後 覺醒音樂 阿波奇 《西狗》那次的演出 我反而想得很直接 我又沒有想主辦 或者沒有想場地的事情 其實我只是覺得 是真的一段時間沒有公開演唱 我只是想見下大家 見下我的歌迷 反而做完那個show之後 對我自己的歌曲都 有了一種重新了解 我覺得合適的年紀 做合適的事情 一首2007年的歌 或者2003年的歌 在2003年的歌 在2003年的時候 它會變成怎樣呢 我覺得這個反而 好像是多了一種 再次去創作的角度 真的很緣分 然後無奈她就真的打給我了 兩個歌手開演唱 其實如果只是說 她唱我的什麼歌 我又只是唱她的什麼歌 我覺得這個是很基本的事情 反而我們一開始 不是想你讓我們 反而是想個故事 想個場景 有什麼歌 合適故事這些場景 還有這次我們是 兩隊各自的樂隊 我覺得那個交鋒的感覺 又會強一點 反而我在最開端的時候 我是想第三身的角度 到底我的角色是什麼 她的角色是什麼 而重點是我們不可以重複 如果我們兩個出發點 或者我們想說的 是一樣的 其實沒有需要兩位一起開演唱 所以反而一開始想 我就覺得角色要有一種對立的感覺 如果Andy 他是用一個人的角度 去唱他的歌單的時候 我就反而反過來 我是用一個 我想近期大家會很多接觸 AI AI其實是某程度上 對我來說好像神魔那樣的界定 當初有了這個畫面之後 就知道 咦 因為兩個角色的立場 很不同 那變成我們 因為場景 因為故事 去想個歌單的時候 我覺得反而是容易一些 他就是飾演一個 人類的心聲 對AI 或者神魔的內臨 我就反而反過來 我是用AI什麼的心聲 去說人類創造了AI之後 那我假設AI 如果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自己是心聲的時候 他又是怎樣去理解這件事的呢 至於你說新歌 其實我是收了很多Andy的demo 即是這麼多年來收了很多他的demo 所以我很感謝他不發我的脾氣 收了很多說 你什麼時候用的 可能他已經發了 明白 我作新的demo 不能說很好聽 但是我自己唱法很高音 當今世上 我認我雙熟最高音 和他鬥過高音的人是他 我不覺得他高音 他的意思就是 他不想唱 他就會發給我 難唱 哈哈哈哈 最有合拍感 我覺得是呂黑眼的黑眼 是 因為當時 我們那個歌曲的 那個 那個melody的structure 其實都 有別於平常的melody 那 就辛苦他了 每一次我要說很長的故事 都告訴他 原來你就是做這一招 講電話多 但是 上個星期 我們一個同時收到他的話 都是長達28分鐘 哈哈 兩倍聽都變回正常速度 其實你沒有什麼打給我 就可以了 不是 我又怕妨礙 不會 不會 The Album 那時候 林鄭 收了一些訊息 他是要買一個 防水的喇叭 他要把我的 audio 轉入電腦 跟著他洗澡的時候聽 我通常收到他的訊息 我知道 駕駛車 駕駛幾個小時 我就在那時候慢慢聽 他沒有變過 在我的心中 我一開始會 現在已經貴為大導演 跟你吃飯怎麼辦 但每次坐在一起 突然間就會變回 好像以前那樣 所以我覺得 是很溫的 這份感性 是 很孩子氣 我覺得這個 這個 孩子氣的心 就沒有變 可能你太年輕的時候 你的演繹 你會把你所有的東西都 投放出來 但現在就慢慢要學會 到底我投放多少 怎樣 抽出來 所以變成我們 雖然是因為音樂而認識 但是 我想這十年 我就多了 導演 編劇的 崗偉 他就多了 演出 和 武器劇的 經驗 那 人當然成熟了 但是 喜歡講無聊的東西 就 不是的 都改變了 變得更 你講無聊的東西嗎 我一直有 故事的想法 我都會再講 我覺得他現在很好 即他現在 沒有那麼多包袱 我應該是 再割了出去 所以 先做一個表演 先做一個表演 亦都知道 上期時做的 但因為之前 COVID 就 始終要還一些 片藥 片債 對 所以 有一個計劃 要先完成 那 最快 下年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